美国前总统特朗普4号在纽约出庭应诉 并对34项指控表示不认罪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在特朗普被传讯后不到一天 主审法官胡安·梅尔尚及其家人 收到了威胁信息 两名知情人士向该媒体透露 类似这样的威胁在近期就有数十次 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 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表示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及其办公室 也持续遭到威胁 这些信息以电话 电子邮件和信件的形式出现 美媒说 特朗普应诉后 很快对检察官布拉格和法官胡安·梅尔尚发起攻击 特朗普4号在海湖庄园对支持者讲话时说 审理封口废案的法官胡安·梅尔尚 是恨特朗普的法官 他的妻子和家人也仇恨特朗普 梅尔尚女儿曾为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服务 庭审前 特朗普也曾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文称梅尔尚是具有高度党派倾向的法官 梅尔尚和他的家人都是特朗普的仇恨者 据美媒报道 梅尔尚与特朗普在司法领域早已有交集 去年梅尔尚主审了特朗普集团 前首席财务官艾伦·魏塞尔贝格个人逃税案 此外 特朗普的长期盟友 前政治顾问班农被控欺诈和洗钱案的 竹审法官也是没而上 当地时间5号 白宫发言人卡里纳让皮埃尔谴责了 对法官所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攻击 目前分配至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 纽约警察局警员 正在为所有受影响的工作人员 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 作为预防措施 法院方面正在加强法官和整个法院的安全 此外 特朗普5号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呼吁国会共和党人 停止对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资助 据报道 尽管对特朗普的指控 是由曼哈顿地方检察官 而非由联邦执法机构提出的 但特朗普仍将矛头对准了联邦执法机构 路透社声 对共和党人来说 特朗普的提议将是一个急转弯 过去共和党一直支持为执法部门提供大量资金 美国联邦调查局5号拒绝就特朗普的言论置评 司法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前总统 下次庭审将于12月4号在纽约举行 在此之前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可能根据检方指控 进行辩护 提出撤诉等动议 法律专家表示 预计特朗普刑事案的审理时间 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